凌晨5点多的时候 我就无意中发现了 我就觉得上面也能睡就很惊讶 觉得有危险的 不管怎么说 这种行为是不采取的 无论是对乘客还是对他自己 也是很不安全的 有安全隐患的 乔木炎没发现他睡在那里 最后都下车了 不许许啊 行驾只能送行李啊 人是不能上去睡的 因为列车行进当中速度会比较快 万一这个有一个什么刹车呀 或者说一些减速 那可能就会发生一件人生伤害的事情 我们程务员也没有这个强制处理的这个权限 如果他再不上来的话 可能就要报告给陈景 然后陈景他们这边去处理了 这个动作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再去去那里